昨天真正的德鲁突然出现 说要以我联手抓住冒牌货 这是一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 经过一晚上缜密的思考 我决定以欺人之道还至欺人之身 让他也常常被抓住的滋味 大胖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睡呢 快起来 辉哥 啥事啊 这大早上的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睡个屁 快 和我一起去岛上收集资源 哎呦 辉哥 慌什么 老大都还没发话呢 真是皇上不及 急死太监 你这家伙 说谁呢 你们这两个蠢材 大早上的也不消停 吵吵什么呢 耽误本王休息 信不信把你们两个丢去喂鲨鱼 大哥您别生气 是这样的 昨天扩建邮轮的时候 木材已经消耗待见 我想着早点登岛 去收集一些资源 这样的话 扩建速度也会大幅度提升 嗯 不错 等邮轮扩建好了 本王定会好好赏赐你 去吧 对了 这船上也没个端茶倒水的 你给我留下 好好服侍本王 啊 好嘞大哥 昨天真正的德鲁王子 说是在岛屿上面 也不知道具体位置 算了 先砍树吧 省得回去没办法交差 什么动静 在这儿 往上看 哎 王子 原来在那上面 等一下 我马上过来 怎么样 小子 有没有想出什么对策 嗯 是这样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之前那个冒牌货 设计陷阱将我抓住 这次我想以欺人之道 还制欺人之身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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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舒服啊 大哥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不用吩咐 马上去 大哥 食物弄好了 哦 新鲜的烤鱼 嗯 算你小的吃相 大哥 我回来了 哦 这么早 自愿呢 大哥放心 全部搞定 我马上就去扩建游轮 嗯 表现不错 等本王统一这片海域 肯定分你半壁江山 大哥严重了 这都是应该的 好 非常好 哈哈 看来功成名就 值日可待 去吧 先去布置陷阱 待会真正的德鲁王子回来之后 直接开始行动 大哥 邮轮尾部改造 人呐 一流烟功夫 怎么没了 大炮 待会再给你解释 德鲁大哥 你没事吧 放心好了 这突然袭击 收拾他轻而易举 快 先帮你构了 把他装备扒拉 嗯 直接丢了喂鲨鱼不就好了 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再说了 结药还没找到呢 先把他装备扒拉 仔细搜寻一下 那咱们先出去 醒了之后再来拷问 辉哥辉哥 什么情况啊 一言难尽 其实这个人 才是真正的德鲁王子 我昨天在船里修船的时候 遇见他 也有点不敢相信 说明情况之后 我们一派即合 要联手抓住这个冒牌货 哎呦 那你怎么不说一声啊 这家伙搞得我都懵圈了 别纠结了 邪不压正 今天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哈哈 走 请你们吃大餐 哎呦 太棒了 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 都要给我饿瘦了 这次能多回邮轮 多亏有这位小兄弟成组 大恩不言谢 无以为报 那这艘大船 就送你们吧 真的吗 不愧是真王子 就是大气 邮轮说送就送 大炮 你说什么呢 这个邮轮绝对不能要 虽然我们穷 但是要有骨气 谢谢王子的好意 我们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这份礼物真的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要 哦 那我以身相许如何 啊 我们可都是男的 我知道啊 那又怎么样 我不在乎 哎呦 我的老天爷啊 灰哥 我们快跑 这里有个变态 王子你就别逗他了 哈哈哈哈 好了 我是探险家灰哥 今天是我木花秋生的第96天 我暗中策划陷阱 以真正的德鲁王子联手 将冒牌或制服 打算将其关押起来 等到明天醒来之后 再拷问节药的事宜 晚安啦 小伙伴们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